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的2009年 中国经济的亮丽表现 让身处危机中的世界各国都看到了希望 虽然现在全年最终的经济数据还没有出炉 但大家都毫不怀疑 在全球经济通往复苏的路上 中国已经走在了前面 中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关注 正因为如此 2009年末 很多国际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 2009年8月10日 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刊登题为 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 封面上 一只熊猫正拿着打气筒给别了的地球打气 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如今在很多国家眼中 或者是他们所希望的角色定位 12月16日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揭晓 中国公人作为今年榜单上唯一群体路选 这个年初曾抛出中国崩溃论的媒体 在年末却这样评价道 中国有这么一个词 宝巴 意思是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政府认为这对确保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尽管一年前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梦想 但是中国做到了 并且中国在今年仍旧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国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数以百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公人 不仅仅是时代周刊 2009年年末 在总结世界经济所经历的这令人难忘的一年时 世界各大媒体都不约而同的给中国打出了高分 法国《非加罗报》在11月19日刊登一篇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亲自撰写的文章 题目就叫《中国让经合组织走出衰退》 文章说 感谢中国 经济复苏已经得到确认并扩散至所有发达国家 这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活力 德国《商报》11月17日报道说 得益于中国政府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经济很好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这对其他亚洲经济体是一个好消息 对全球经济也是一个有利提振 因为4万亿的拉动的内需的一些好转 尤其是中国经济整体数字的起稳回暖 包括各个领域体现出来的变化 其实都在国际主流媒体的观察视野当中 他们在注意到这些问题 然而这些肯定和赞扬得来不易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面 据统计2008年前11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仅4.9% 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1.8% 与此同时2008年11月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5.4%的数据也让市场哀鸿无骗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我国工业增加值都保持在14%或15% 也就是说减幅高达三分之二 而三大外贸指标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幅度 更是跌到负值 2008年11月 中国进出口总额是负的9% 而2007年11月时 这个数字是23.9% 我觉得你会看到了一个增长率 在2009年8% 即使经济开始进行更好 因为冬天的制作 进行的制作 它会接下来 很确定的缠络 除此之外 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预测 更为悲观 渣打银行宏观报告预测 2009年 中国GDP同比增长为7.5% 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预测为5% 以昂证券首席经济师韦卓斯 则做出了最为悲观的预测 2009年 中国GDP增长将不会超过4% 2009年1月12日 美国时代周刊 看出了这样一篇文章 中国经济的最后支柱 不再坚定 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种认为中国GDP 还将继续增长 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想法 还是太天真了 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摔退 而且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 而文章的结尾更是给出了一个中国崩溃论事的结论 中国难以有经济核心以继续其起迹 中国只是一个深陷淋雨的大国 这个质疑和怀疑的比较多 因为随着金融当时在年初 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深化 很多媒体担心中国会在金融危机中间 同样成为这样的一个挖地 那么经济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那么我们制定的很多政策 不一定能够推广下去 而且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4万亿的政策刚刚开始执行 那么对于4万亿政策的执行的力度 方向还有产生的效果 那么很多国际主流媒体 其实都有不同的看法 刚才我们看到2009年的年初到年底 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态度 是发生了180度大的转弯 对中国经济的质疑之声 纷纷变成了对于中国经济的赞叹之声 这一年之间他们的态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这个变化归根结底呢 还是来自于2009年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 那么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出口下滑 财政收入下降 农民工找工作难 到现在整体经济全面起稳回升 一年时间中国经济怎么跨出了 这么巨大的一步 下面呢 就让我们来详细回顾一下 我们共同走过的2009 2009年12月底 四川省古令县县委书记朱家德 翻开全县2009年 全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预测统计时 长长的梳理一口气 今年古令县GDP总量同比增长16.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加53.9% 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5% 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6%和13% 在古令的发展史上这样一个指标是从来没有 继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扩大投资方案后 截至2008年12月19日 全国18个省市公布了未来一至两年的投资计划 总规模超过30万亿元 是中央4万亿的近8倍 政策实施以来 古令县获得了扩大内需项目投资约3.4亿元 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2.1亿元 地方配套1.3亿元 目前全线扩大内需项目已完成投资2.8亿元之多 包括重点项目我们是97个 那通过一年的努力和争取 我们实施了86个项目 当中国经济交出2009年一地度的答卷时 他们发现春天如期而至 虽然GDP增速只有56.1亿元 但奇稳的迹象显而易见 随后的二季度GDP增长7.9% 三季度则纪念向上 回升到9.9% 如国发28年以来 七个季度的GDP增幅跨游取现 呈现的是一个清晰的微型反转 前年我们能够做到实现8%以上的增长 应当做没有悬念 2009年10月23日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 一年来中国刺激方案硕果累累的文章 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表现出色 这些措施十分有效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经济提振起来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高分 2009年12月20日 临近新年 山东省灵山镇上河北村的村民于翠岭 一大早就来到本村附近的一家家电专卖店 他打算买一台平板电视 而这已经是他20天来买的第二台电视机 这两台电视机一共花了于翠岭5000元 让于翠岭舍得一下子花这么多钱 是因为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 按照国家规定 每一个下乡家电产品都可以享受13%的补贴 于翠岭告诉记者 在他的村里 不少家庭因为这个政策而添置了新家电 事实上近20年来 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 一直在不断走低 在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0%以上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 这个数字下滑到了47% 2008年是35%左右 在世界所有大经济体中 中国的这一比例是最低的 2009年中国政府下大努心 动力巨额财政资金 先靠推出八项促消费政策 顶力启动中国国内消费 在巨大的政策引导下 中国城乡居民交费增速 创出了近年来新高 2009年前三季度 全社会消费比宁州组合 实际增速达到17% 农村消费更是出现爆发式增长 连续11个月 增速都高出城市消费增长 这是中国消费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 2009年中央财政加大三孟投入力度 大幅增加了农机购置补贴规模 从40亿元提高到130亿 还安排了320亿元实施家电下乡 汽车摩托车下乡 以及汽车家电已旧贯金政策 这些扩大内需的举措 正让农村消费这把火越烧越旺 二阶日报2009年12月21日报道 亚洲依靠消费刺激 已经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 而且这场消费狂欢 看起来将持续到2010年 中国已经走在美国和欧洲的前面 已经在东莞从事了6年来料加工的黄永贤 刚刚推出了自己的首饰制品 实现了从来料加工到自主设计的转型 虽然经历金融危机的冲击 但是今年这家企业出口总额1524万美元 同比增长10倍 总产值1.5亿元 同比增长1.1倍 今年在广东省 像黄永贤一样实现成功转型的企业 超过了1000家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广东省交出的是GDP同比增长9.2%的长期单 对于一年前的广东来说 简直难以想象 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爆发时 广东省的三来一股企业有2万多家倒闭 更糟糕的是危机暴露出来的经济严重失衡状况 长期以来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之后 经济增长依赖于二产业 而从第二产业的构成看 主要是劳动逆极型企业 资源逆极型企业 加工能力过剩且正整力不强 关键是一个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极低 2008年中央提出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淘汰技术水平低 产能落后 过度依赖资源等发展模式 提高企业研发水平 实现产业升级转移 2008年年底 中国政府再次重申 把结构调整作为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 中央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 有3700亿被用于经济结构调整 占比例达4% 随后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其核心目标就是要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增强自主的创新能力 今年3月5日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围绕保增长 促升级 重点抓好工业结构调整工作 在迎战金融危机的2009年 中国亮出的经济数据 让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前三季度 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66,043亿元 同比增长11.5% 而与此形成对应的是 2009年 中国单位GDP能耗 一级降幅达到5% 对于中国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 美国时代周刊毫不吝啬地 用绿色通维这个词 给予评价 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表现 让世界惊叹不已 也给许多身受危机困扰的人们 带来了更多的暖意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 中国经济的成就 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统计数据上 一系列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性的难题 也在2009年开始寻找破解之道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 2009年 世界各国都拿出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 如果从金额上讲 中国并不算是最多 但中国却把调整经济结构 解决民生问题 放到了最为突出的位置 这个与众不同之处 对2009年的中国经济 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分半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前面我们看到2009年 中国经济无论是在数量上的稳步增长 还是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 都赢得了国际媒体高度的评价 甚至被评为是绿色突围 当全球经济依然如履薄冰的时候 这些成就可以说是来之不易 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 更难得的是很多民生问题 也在这轮经济提速中开始了破冰之旅 以往通常被认为是花钱的民生项目 如今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2009年12月21日 四川省安岳县文化镇白平村书记唐昭桂 挨家挨户地询问村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情况 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们村有3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 因为失业返回了家乡 唐昭桂仔细地统计了一下 今年回乡的情况 现在村里回乡的只有不到50个人 在四川省安岳县长途汽车站里 也很难见到返乡的农民工 然而一年前中国内地的劳务输出地 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一场金融风暴迅速从华尔街席卷全球 来自欧美的订单瑞减 中国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纷纷倒闭裁员 失去工作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收拾起行囊 返回自己的家乡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3月统计 中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 这状况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 国外媒体无不担心大量的失业农民工返乡 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带来影响 2000万农民工返乡 当时对中国泰晤士报称 这一数字甚至高过澳大利亚的人口走速 德国金融时报 金融危机已使那里的失业率急剧上升 并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 的确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返回家乡 这些人如何安置成为了买在中国政府面前最为棘胜的问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前往重庆湖北考察了解农民工返乡情况 对于2008年10月总是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 此时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措施迅速启动 多管齐下保就业 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就业资金420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66.7% 增幅前所未有 要在扩内需的过程中扩就业 4万亿投资初步测算 搭动非农就业5000多万人 纽约时报2009年2月22日 专门发表题为 反乡农民工的署名文章 认为中国农民工的福祉 已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 李懿是长沙某物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 今年12月份的一天 他和50多岁的母亲一到 来到位于芙蓉区西子花院楼盘看房 就在一个月以前 李懿家中的五口人还全都挤在一套50平米的假小房子里 现在他们很快就能拥有一套140平米的房子 李懿要买的这套环境舒适交通便利的房子 严格意义上说来 其实是经济适用房 2008年7月 长沙在全国率先成立住房保障工作局 并全面推行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 规定具有长沙市户口5年以上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对于上年度城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5%的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都可以得到货币补贴 无房户的补贴标准为每户8万元 住房困难户的补贴标准为每户5万元 长沙的努力仅仅是全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一个缩影 今年7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 成员便及发改委 台政部 民政部等17个政府部门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 2009年 我国一共投入了1676亿元的资金 比2008年增长了5倍 在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底 中央又密集开出药方 为高烧不退的楼市降温 力度空前 在政府着力改善民生的工作中 住房还只是其中一项 事实上 在今年分四批下达的中央投资中 直接对民民生的投资比例超过50% 我国政府关注和改善民生的举措 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予 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为了人民的新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也表示 中国立足民生的救世措施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和一些国家单纯的放松货币供应扩大投资 测激经济相比呢 中国提出的调整经济结构解决民生问题 将给经济发展注入一季 要力更为持久的长效要 是的 那我记得在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呢 我们还经常在探讨 我们怎么才能够化危危机 从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看呢 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加快我们经济战略结构的调整 就是一个化危危机的办法 世界各国看重2009年的中国经济 不光看重我们亮出的经济数据 也看重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道路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记者见到了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周庆安 他告诉记者 在2009年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媒体 关注的焦点 就是在整个国际舆论当中 这些年来中国被提及的次数 总体上都是向上走的 那么今年以来呢 在很多问题上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像这样 像金融时报这样的国际的媒体 在报道中国的时候 不简单的把中国作为一个 想象的一帮去再报道 而是把中国作为国际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周庆安表示 在过去的一年中 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 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的增加上 同样也体现在报道内容的变化上 我们拿了七家国际主流媒体作为样本 那么不完全的统计 2009年 整体的中国经济方面的报道 已经超过了28% 这个比例在以往的几年当中 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比例 那么伴随着这个比例 实际上对这些内容上都产生的变化 更是我们所关注的 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 国际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 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 进行报道的 那么更关注我们体现出来的一些表象性的内容 比如说GDP的数字 比如说政策的一些变化 那么今年的整体报道相对来说更深入 这就意味着国际主流媒体 已经在逐渐的认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 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间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上媒体关注度的提升 一方面得益于外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描述 另一方面 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策划活动 主动通过国际媒体提升中国形象 从2009年11月23日起 一条长约30秒钟的中国制造宣传片 开始在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美国频道 美国头条新闻频道和国际亚洲频道播放 为期六周 这条宣传片由商务部委托制作 旨在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形象 这个广告 Made in China Made with World 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从投放的效果来说 当然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 我们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 中国制造还有很多问题 尤其在西方世界当中 它的看法确实有很多 是跟劳动力密集型 价格低廉联系在一起 但这种主动设置的本身的意识 其实代表了中国已经开始 除了有钱之外 已经开始有智慧 或者想办法在国际舆论当中 投放自己的智慧 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看到的变化 周庆安还告诉记者 国际传播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2009年 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得到大幅提升 应该说2009年 中国国际传播力的提高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种提高 当然也得益于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从国际环境来说 由于金融危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加深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能够在经济上 率先回暖 怎么讲 率先气稳回暖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使得国际媒体更重视中国 那么第二个方面 确实也是因为主观上头的一些变化 就这一两年来 中国在整体国际传播力上头的影响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操作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 从总体上来说 国际传播力的提升 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一种表达方式 联合国在年前刚刚发表了一份报告预测 2009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将超过50%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成为 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最强大的一台引擎 中国用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 打消了世界上的质疑之声 这不仅因为我们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 还在于我们用事实证明了国际金融危机 给世界带来的并不都是坏消息 这场危机是全球经济中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恶果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 危机爆发也正好给了世界各国一次 重新寻找经济发展空间的机会 中国在应对危机中所展现出的积极主动 不单是出于勇气 更具有把握机遇的智慧和眼光 这样一个自信的中国经济 将给全球经济都带来信心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稍后的今日观察将回眸2009年 关注中国如何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影 政府民众如何共创经济增长奇迹 请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节目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